歡迎收看Cookie Time 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 Star Wars最後的絕地武士 打從迪士尼買下了星際大戰之後 每年的聖誕節最期待的電影 絕對就是星際大戰 這次網路給予的評價相當之高 我都覺得是在唬爛的 爛番茄93分會不會太誇張 說實在爛番茄就是整合了大家的評論 然後一起整合出來的一個分數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啦 你自己去看應該會比較準 小弟我呢 一個不小心 就有機會參加了這次的 星際大戰最後絕地武士的試應會 看完之後 跟星際戰民都是討論到意猶未盡啊 這一集完完全全就是要送給我們 這種老星戰民的聖誕節禮物啊 一開始還在擔心 完蛋了 又是星際大戰第五集的翻拍 誰叫原力覺醒整體的架構 那麼的像絲部曲呢 但是這一次萊恩詹森導演 非常的清楚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還有他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他自己本身也是個星戰 再來是對於原力的解釋 以及畫面的呈現更是突破 甚至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絕對會讓你留下屬於星戰的眼淚啊 一個小驚喜都放在適當的位置 而且不會讓人覺得作作噁心 還有我們最擔心的劇情總像 並沒有完全發生 絕對是沒有看過電影 完全猜不到劇情的那一種好看啊 你懂不懂啊 如果你沒看過星戰電影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無聊 有點冗長 畢竟125分鐘要交代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回去看看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絕對會愛死這一部電影 而且絕對有把你在原力覺醒超級想看到的 路克天行者一次給炸出來啊 以下部分有劇透 按下訂閱然後就可以離開囉 再看到R2D2播出1977年莉亞公主的影像 我的眼淚開始在打轉 因為星戰的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啊 再來 尤達的指導 完全沒有人猜測得到 我一邊哭一邊笑 笑是因為尤達怎麼還是這麼可愛 哭的話是真的太感人了 我超級激動的 怎麼會出現 怎麼會出現呢 我愛死萊恩詹森導演的尤達 已經成為絕地大師的路克 還是需要尤達的智慧 再來史諾克的背景完全沒有介紹 而且一開始投影都比最後出現本尊來的強啊 就這樣那麼簡單的被凱羅人暗殺 我實在是大扣一分啊 龍蝦冰凍比你強 真的 他真的比你強 然後BB91你的戲份可以再少一點沒關係 你就出現那個不到幾分鐘 然後給我出周邊 我就還是會買下去 真的太過分了 還有一次說著三個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的我會反應不過來 但或許這就是一種新的方式 在講星際大戰的故事 可以再次看到路克揮舞的光劍 真的是太感動了 不只是差點下手的綠色光劍 或是瑞的藍色光劍 這些都是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記憶中的片段 以及路克最後出現的髮型 就是EP6當時的短髮 反而讓我更加的喜歡這個造型 而且你也可以注意到 黑色的衣服 以及他那個銀色的皮帶 就是在向EP6來致敬 最後他去找莉亞公主 協助反抗軍時 我雞皮疙瘩掉滿地 一開始我最害怕的 就是會像EP4一樣 黑武士對上歐比王這樣 而且我真的很怕路克死亡 我一整個就是一直在抓著大腿 把這一段看完 但是這樣的呈現 完完全全的說服了我 雖然路克爺爺 去當了絕地英靈 但是最後的絕地武士 還存在 這一部最後也有說 是獻給莉亞公主的 謝謝你莉亞公主 一起創造了傳奇 一起創造了心戰 給了我們這些粉絲 謝謝你 真的超級霹靂無敵久 沒有跟大家見面啦 對沒錯就是我去當兵了 然後我還簽一集 玩具開箱影片正在劫 那你看過這次的 《Star Wars》最後的絕地武士了嗎 還是你有什麼話想跟我說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Cookie Time 下次見啦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掰掰